8月15号那天,宾馆老板接到了一个订房电话,电话那边提出要订一个五人的电竞房间,但是这五名客人的情况却有些特殊。 他说他们有两个成年,三个未成年,我说未成年需要给你们的父母打电话进行确认,然后你们带着你们的身份证和你们的行程码到我的登记,他说没问题,父母全都可以。 三天下午四点多,订房的客人来了,说好的五个人却只来了三个,还都是一脸的稚气。 然后我就问个个哪去,说个个在高铁上,一会儿我们去借他,然后个个来登记。 三个人拖着一个行李箱,一看就是从外地赶来的,而且十分的疲惫,考虑到老板很快就能够赶回来办理登记,宾馆的工作人员出于好心就让他们先进屋休息了。 二十分钟之后,老板赶了回来,准备给这三个人登记,并联系他们的监护人,结果却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。 人家也说得很诚恳,说我们哥几个去活着,大家借人去了,然后又后来说,你放心吧哥,我活着晚点了,还跟我一顿歇歇。 九点他还没回来,等到十一点多,一看不行了,怎么还没回来,就是来房间看一眼嘛,结果进入房间都杀人了。 此时,宾馆里的人发现,这三人待过的房间里的五台电脑都被拆得七零八落,值钱的配件全都不见了。 一共是五块显卡,五个诱,五个内存条,大概一台机器是五千,七千,七千多块钱。 ,谢谢大家。